太刷了 好痛 洗火維持持續 人家講說妳34 5歲 妳能接受嗎 不行啊 但是可能我保養不好吧 還說妳什麼不能演八點檔 人家就正在演八點檔 怎麼樣 如果可以演媽媽的話 應該是好事 因為代表戲路很廣 對不對 應該把她當作是 她很正向思考 是非常好的 人就是要懂得催眠自己 要自棄棄 是我催眠 對 沒錯 好 來看第四名 1 2 你們覺得會誰呢 好緊張喔 就是妳 Amanda 我 Amanda 手女 還可以接受 好 來幾歲 Amanda幾歲呢 31 冤枉了 31 妳有31分 31分 來 太開心了吧 直接看陛下 來 Amanda 看起來 笨笨的 而且年紀應該也不太大 我猜她 25 26歲吧 看起來 像28歲 因為 胖的人比較看不出來 是幾歲 大概24 25歲吧 因為我覺得大概 就臉肉肉肥肥的 看起來會比較年輕一點 我覺得 Amanda 看起來比較像她30幾歲 她看起來像大神的樣子 看她的眼袋 跟她的 妳知道 微笑機 她應該要 進場維修一下 我覺得Amanda應該 超過35歲吧 因為她這個 臉有點垮 而且好像 臉那麼大 然後 又那麼遠 感覺像30幾歲的阿姨 覺得她看起來快30歲 臉還有點福泰 不講 我還真的以為是杜詩梅呢 好 身材吃虧 來 對啦 就身材吃虧 胖會顯老 對啊 他們很過分 而且她說你臉垮掉 什麼皺紋 哪有 說你臉垮掉 那個我要跟她翻臉 好不好 她的臉就最標準的 妳知道有一種連露 黑金剛 來 妳提出說法 哪有垮啊 明明還這樣繃得要命 她是胖到整個變崩囉 胖要算了 下面包超人還說 妳31歲 不可能 他們太誇張 他們不懂 沒關係 先擺著嘛 好啊 後面還有更慘的啦 對 還有後面 還有更慘的 先看第三名 一 二 三 完全命中 屁啦 百分之百精準 幾歲 這個比賽是公平的 而且 第三名 等一下 我一定要講 第三名 妳開心成這樣 簡直不敢相信啊 妳怎麼會真的眼睛說假話 而且妳才33歲 算客系的 三十歲 我這樣 來 妳第幾屆畢業的 好 妳的VCR我都 妳冷靜 我好急喔 她太開心了 對 先看一下她的VCR 好來 請看 我覺得賀玉文應該 三十出頭吧 因為她有一種 成熟的 女人的韻味 雖然是小孩的 但是 她皮膚看起來 蠻緊實的 大概只有 三十三個而已吧 我覺得她有三十多歲吧 我覺得她成熟的 有點像 過俗的果實 這和媽媽看起來 已經有三十二歲了吧 每次在店上 看她騷擾那些小鮮肉 看起來真的很不舒服 小時候就看到她出道啦 她應該有個 快四十了吧 騷擾小鮮肉 我騷擾誰 是KID 騷擾我 拜託 她昨天傳APP給我 還問我為什麼不理她 然後她前幾天 因為她跟你借錢啊 我跟她騷擾我 她有一天打話給我 罵我罵了十分鐘 為什麼 為什麼 她跟我說 我有一天錄影碰到廖仁帥 她說我誇廖仁帥很帥 比她帥 就是她不高興 這是真的啊 她直出 有什麼不高興 就事實嘛 我們也會這樣誇張得帥 重點是她可以罵我 罵十幾分鐘 那如果她們兩個 跟黃仁德比起來 妳覺得呢 那她們兩個都不帥 當然 真正的小鮮肉在這裡 對啊 第八名好不好 好 會是誰 這麼刺激 小神看起來很小 我沒有看過 紅糖這麼在意過的 她整個人已經 真的要出序了 她真的很煞 整個人就是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照片 1 2 3 3 熊熊 紅糖 熊熊 24.5 對 這樣節目有什麼好做 大家都在說謊 對啊 這也多瞎話 這是開心什麼呢 這是觀眾的評論 改單元 今夜誰說謊 真的 請看筆帥 來 熊熊 熊熊看起來 才剛大學畢業 所以她在演藝學 應該沒有被污染太嚴重 我覺得她應該 22 23歲 熊熊應該有27吧 因為她妝畫滿濃的 如果她卸妝應該 不能看吧 應該有32 33歲吧 熊熊 看起來 就Gabby face 給爸爸又咪咪 應該是未成年吧 熊熊她就是我心目中的 童年巨乳 就算30歲 我還是一樣愛著她 我愛你熊熊 笑白 笑白 我們是做陸訪 剛剛還是笑白 我愛你熊熊 對啊 還很害羞 你害羞什麼 對 因為女神嘛 對不對 可怕 蔡黃如以前是女神 以前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她是不一樣的類型 對不對 我以前也有選 票選過 我們在聊這個 你也有得聊 我回去拿我的獎盃出來 你搬給我的 不要 我搬給你 憲哥你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傻事 我不知道 人家給我們錢 我們就去 搬什麼 搬什麼獎盃 學生情人 以前那個 俊宗情人 你主持的 你看 這麼老派的人 還去參加過軍中群人 群人 軍中群人都來了 來 你還沒有詩出來 你還敢講話 熊熊 沒有再怕 不是第一就第二嗎 我覺得他們對我很好 真的 因為我 男人喜歡的是 我比較喜歡聰明 然後 你看 這幾個男生 那一般這樣就有練母親姐姐 沒有沒有 喜歡姐姐 喜歡比你大的嗎 對我比較喜歡 對 選擇 選擇 就 看起來就是 五號那邊姐姐 就是很謙虛 就是感覺就是很 五號姐姐 我都全力耶 很謙虛 送了送了 紅糖金爆婚姻危機 冤情藏在衣服中 紅糖一看就是老妹 八位裡面看起來最老的 聽說他好像有 離過婚再婚 應該結過婚生過小孩了吧 對 說妳離過婚 而且誇張是我生過一個小孩 什麼 我都還在找青春痘 有的人是青春痘跟脂肪瘤 分不清楚 沒有 你們看不清楚 他穿紅衣服也是對的 對的 一般穿紅衣服就是有 運氣 不要